啊! 過到了! 我過到精靈了 打到三天三夜終於打到四天王了 打不夠打怎麼辦 幸好我之前有玩Pokemon Go 讓我過小精靈下去幫妥 很多人都知道Pokemon Let's Go 可以跟Pokemon Go連動 在手機過小精靈下去 不過事情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要過小精靈 才要去淺紅市的Go Park 但去淺紅市才要經過四個導管 我現在就入到淺紅市了 讓我立即把小精靈下去 首先在設定選擇連接Pokemon Go 同時手機選擇連接Switch 去MyGo Park 選擇傳送小精靈 就可以在手機裡面選擇了 讓我過一隻鳳神犬下去 搞定 手機過了之後 還要在Go Park裡面的公園捉牠們 Yes! 還捉不到你 而在Pokemon Go 過下去的小精靈 CP則會變 而且一過了下去 小精靈會在Pokemon Go消失 亦都沒得過下手機 大部分第一代 又或者亞羅拉型體的小精靈都過到 不過夢夢又或者一些特別造型的小精靈 就過不了了 而比卡超和伊貝版 各有三隻小精靈捉不到 玩家就可以透過這個方法令到牠們 如果我沒有玩Pokemon Go 豈不是很難儲齊小精靈 那又不用貶罪 Pokemon Let's Go 不用綁定一個Pokemon Go 帳號 所以可以叫不同的朋友 或證明給你 又或者連續同一隻小精靈 都會容易出現 稀有品種 Pokemon Let's Go 的地圖 和之前黃版的一樣 就連NPC的期位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玩過的話 應該都會覺得好懷念 和好易上手